法院恶意别车后续 官方回应是在执行公务 其中疑似一词引发不小的争议 自从公车改革后 公务车就没有丝毫特权了 而大连开发区法院的这名工作人员 却开着公务车在大马路上肆无忌惮地变道加塞 实在是太过嚣张 7月18日 有网友发布自己的行车记录仪 在网上引发不小的争议 当时他驾驶车辆在路面正常行驶 突然一辆印有法院滋养的公务车强行加塞 车主紧急踩下刹车 这才避免事故发生 本以为只是普通的加塞 可接下来法院车的一系列举动让全网愤怒不 只见法院车强行加塞以后疯狂点杀 而且车主变道去哪他就跟着去哪 明显就是故意的 有可能之前车主抄了他的车 或者是没有必要 导致他怀恨在心 车主也不是好惹的 直接将行车记录仪曝光 在事件发酵的第一时间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就出来认领车辆 他们承认视频车辆确实是他们反 现已将涉事驾驶员停职 但网友们却并不买账 因为通报里的用词非常讲究 通报说有网友反应 法院车多次变道且未开转向灯 疑似有恶意别车的行为 但经过何时 该车当时在执行公务 在没开转向灯的情况下 多次违规变道 恶意别车的事却只字不提 而且出了问题就用停职当挡箭牌 难怪网友们会不买账 回看整件事 就是某些人的特权思想在作怪 执行公务还不忘别车 万一出现安全事故怎么办 难道就因为是公务车 就可以高人一本 就可以不用遵纪手法了 这个那些开着豪车 看不起便宜车的人 有什么不同 那么大家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